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利用这个时间 邀请大家见个面 我们最近接下来一系列的一些事情 做一个公告 我们接下来刚好迎来了咱们OSS 百年教育学院这个平台 十周年的庆典 那么借着这个十周年的庆典 所以说我们要安排一系列的活动 一个主要活动是什么 就是全球信仰文化国际论坛 我们今年五月份 受联合国卫塞节国际庆典礼事会的邀请 帅团参加了这个 在泰国举办的这个魏塞节庆典 这个魏塞节是佛诞日 就是释迦牟尼 圣贤释迦牟尼的这个成道 这个诞辰 这跟耶稣圣联赞是一样的 是圣人的诞辰叫圣诞 所以是这一次圣诞节意义非凡 那么主要是就世界和平 和这个人类可持续发展 那么就来自全世界的 这个佛教领袖 佛教徒 聚会一处 最多那一天有五千多人代表 参加了这个大会 这个感触很深 就是这个世界需要有一批 不为名不为利 为了这个众生的福气 为了众生的这个幸福 而这个工作和奉献的人 所以说我们这个感触很深 同时也感触到 这个光有我们佛教的领袖 和这个佛教徒 为人类的这个和平 在大海 在奉献 还是不够的 如果有一个 这个可以让多元宗教 还有这个 有十数信仰 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这个也能参与进来 为世界和平 人类幸福 众生福气 而做一些事情 那就更好了 所以当时呢就跟这个 法宝师 大家很多都熟悉 那他是这个联合国 这个国际卫塞节理事会的 这个和副理事长 副主席 那么我们就进行了深度的这个交流 那么随时最后就希望能够建一个全球的平台 那从五月份到现在 基本上我们的所有的筹划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可是我们定下来 在今年的九月三十号到十月二号 在新加坡举办一次全球信仰文化国际论坛 这是第一届 那这个为什么叫全球信仰文化 国际论坛呢 这里图出了一个文化 这个不是宗教大会 虽然我们这次邀请了这个世界各国的宗教领袖里面的佛教领袖 这个基督教领袖 天主教 伊斯兰 一些领袖 但是因为我们第一届 我们不能够做到面面俱到 我们当然还有道教的领袖 我们只是各个宗教都以代表参加 那么同时我们邀请了一些 没有宗教信仰 也不是宗教领袖的科学家 艺术家 这个学者 教授 还有AI的这个 现在大家比较流行的AI的领域的一些科学家来共同参与这个大会 那这个大会不是宗教大会 我们首先声明 它是一个文化大会 是一个为人类文明超越现代文明 超越现在文明水平的更高 这个人类文明 建一个超越这个现在文明的 更高文明的 为目标的这么一次国际高端研讨会 那这次到目前为止 有全世界 有将近50个国家的代表 已经确定 要来参加这次大会 大会的地址呢 在新加坡 第一届我们选择在新加坡 所以是 那么 这个大会 是十分重要的一次大会 刚才讲了 它要超越现在文明 就是现在这个 人类的文明水平 为更高的文明 的开启 奠基的一次大会 大家看到 这个现代文明 这个比过去古代文明 已经有很好的进步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现代文明 是基本上建立在 二元对立的文明基础上的 就是要么你对 要么我错 非黑即白 所以是这里有争论 那么新文明 超越现在文明的 更高的文明 我们希望建立在 不二的文明基础是啥 就是一的 这个文明 那这个文明是什么 就是 没有二元对立 每一个人都是最尊贵的 每一种宗教信仰 都是最尊贵的 每一种实俗信仰 都是最尊贵的 你很喜欢你的家 我喜欢我的家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就是你回你家 你走的路 跟我走的一定不是同一条路 因为我们的家在不同的地方 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自己的家 因为那里有爱 那里有亲人的期盼 等着你回家 有你的孩子 有你的爹娘 所以是 食宿社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就是当我们 需要停下来 停下繁忙的脚步 寻找自己心灵的 危机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家去 因为那里有亲人的期待 有孩子的爱 有父母的爱 也有你给家人带去的爱 所以是 我们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还有一些人 他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 那么 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 无非是为快乐活着 我没听说一个人为了找痛苦而活着 为什么 他回到他家的时候 他很快乐 他只有回到家的时候 他可以找到快乐 一天的工作 让他身心疲惫 只有回到家 他可以放松 享受那份爱 享受那份惬意 幸福 快乐 所以是 有宗教信仰的 不同宗教信仰 都有一个目标 那是他们的家 各自走自己的路 回到自己的家 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他也有一个人生终极的目标的追求 那是他们的家 是他精神的家园 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而奉献了一生 给这个世界带来美 成为画家 音乐家 作家 作家 思想家 哲学家 他们为了我们这个世界 更进步 更文明 更先见 这个在研究 飞船 怎么到天上去 这个卫星 怎么到天上去 所以他们为这个奉献了一生 这是他们的科学精神 对科学的一个信仰 为我们的这个世界 为我们的文明 能够到太空文明 成为太空文明中的一个主要成员 所以他们奉献着自己的生命 奉献着自己的一生 这是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信仰不见得是一种宗教的信仰 不是说因为这个人不信宗教 他就没有一个信仰 不是 他一生的追求是因为他信仰 他信这个 可以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文明 做出更好的贡献 他信这个 所以是仰是仰慕 就是仰望着苍穹 仰起头来做人 昂起头来做人 永远 永无至尽地去追求科学的高度 文明的高度 精神的高度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宗教信仰的 对于大家的引领 我们要回去天国 和上帝永远在一起 目的是在那里没有痛苦 只有快乐 释迦牟尼教育我们 我们要回去做如来 并不是回去拜如来 是说你要回去做如来 为什么 你原本是众生结局如来得下 就要看做佛 你原本是如来 你因妄想而执着 以为自己是个人 所以是 你到作喜人来了 人就是一个 有痛苦 有生老病死苦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里不是极乐 你如果回去做如来 尽虚空变法节 你安住于无量光明 无量喜悦 你就可以极乐 是回去做自己 不是回去拜佛 这是佛教的信仰 老子 中国的传统的道的信仰 道教的信仰 教是教育 佛教是佛陀教育 因为佛陀是人 耶稣教 他分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 也是耶稣基督的教育 叫基督教 道教是老子 关于人认知 我们原本是光中化生的 天气下降地气生生 万气淫缘 而生了万物 万气本根 所以我们是天地化生的 不是天生有一个父母 把我们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父母叫道 叫父母未生我前 我的本来面目是道 道是什么 道是无量光 德是透明的气 一个无 一个四天水的气 所以是道即光 叫道光 德即气叫德气 气会产生能量 所以叫德能 你的德能有多大 你的能力就有多大 你视线的人生价值 变现的一报世界的庄严 就有多大 就是我们不能离开德 离开德 你就丢了气了 盖斯罐里面 夜花气罐里面 没有气了 空罐 空罐你不能够产生任何的作用 没有任何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能缺德 所以不缺德的原因 是我们有充足的光和气 我们可以得长生 你只要不失去光 不失去光 不失去透明的那个气 你就生生不息 因为你是道生的 道生之 得虚之 物形之 气生之 你是 你人也好 众生 动物也好 树也好 你是什么生的 道生的 道生之 什么是你能够养育你 不死 能够活着 所以是道生之 得虚之 你看 气 虚养着 我们刚才把德回归为气 回归一种能 西方叫energy energy 然后所以是你得虚之 你只要有这个energy 有气 你就可以长生 得虚之 那么我们人成为人 因为我们的DNA 是人 叫种性 所以是物形之 物种是人 所以我们长成人的样子 狗的DNA是 物种是狗 所以它长成狗的样子 树 花草 小鹿 所有的都是根据他们的物种不同 所以物形之 长成大树的样子 长成小草的样子 长成花草的样子 长成狗的样子 长成人的样子 那么这是什么 这是物种 叫物形之 那么虽然是人气量不同 大气晚成 你的心量不同 气量不同 所以你气量大的人成为大人 小人长气气 气量小的人成为小人 中国古代的道文化 是培养大人的文化 大小的大 你要多大 尽虚空变法界 道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无量光 气是尽虚空变法界的透明的明 叫明德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之善 这是中国的传统古老的信仰 不是迷信的东西 不是现在搞的玄乎起玄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刚才说到 耶稣的脚 是上帝就是那个光 他创造了万物之后 他变成了万物体内的光 所以你人不能离开上帝 为什么 离开上帝 你身体的光就没有了 光没有了 你就死亡了 所以你不能离开 因为它是光 所以你如果能够回到无量光中 永远地安住 你就得到极乐 回到上帝的天国 获得永生 你不会死 因为你只要有光 有气 你不会死 你会得长生 所以我们看宗教 我刚才讲到 耶稣的教育 释迦牟尼迪教育 老子的教育 那么还有 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 穆罕默德的教育 让你找到真主 真主是什么 真主是无相的 他们的这个伊斯兰庙的这个中心 供奉着真主 打开的时候是空的 若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 行其道 若见 诸相 飞相 时间 如来 你看 空的 是真主 真主是空的 那真主 空的 它是无量光 无量气 你只有光和气 你和真主 永在 他做 他自己本身有圆觉 有真觉 不糊涂 所以你跟真主 永在的时候 你是没有烦恼的 孔子的教育 我们说世界五大宗教 孔子虽然是没有最终成为一种宗教 但是他是教育 也叫孔教吧 孔子的教育 那么孔子的教育 让我们认知天命 认知天理 天理就是自然大道 这个大家仰望苍穹 看到的无穷的天 就是天理 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 所以自然的真理 就是孔子告诉人民要遵循的 遵循自然大道 遵循自然规律 孔子说 我智于道 聚于德 义于人 犹于义 什么意思 就是我真正的追求 是那个道的无量 那个光明 但是我怎么样才能得到无量光明 聚于德 这德有无德 叫仁义 理智性 再往里开阔 有八德 叫天地人三才 仁义理智性 加上天地人三才之德 叫八德利人天 我们要拥有八种德行 既利益我们的人 又利益天 叫八德利人天 信空八德利人天 所以我们的道是空 是无量光 是明 德是空 是无量器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在书里 这些圣贤 原本都是人 原本都是人 都是活生生的人 跟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人 那么都是人 所以最后他们成为圣贤 成为圣贤 是发现了宇宙真理 生病真理 遵从宇宙实相 遵从生命实相的圣贤 那么他们发现的最终的真理 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生活的区域不同 我们有不同的言语 所以用不同的言语 来形容同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才有分歧 比方说中文说水 英文叫water 马来西亚里面又叫I 请问哪个对呀 回到那个本体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一呀 所以说我们没有区别的 只是你的发音不同 你明和明 非和明 你给的明不同 所有的圣贤都教给我们认知的是 宇宙真实相 生命真实相 也就是我们一存而生活的 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 认识我们生命的内在结构 气血运行 然后五脏六腑 骨 骨 骨核 然后细胞 所以现代科学用科学的手段 在帮我们认知的 但是圣贤 以前没有现代科学 他用玄学科学 通过内观 内视 这些方法 你们叫特异功能 透视 内视 透视是对别人的观看 内视是对自己的观看 我们怎么知道古人有这样的能耐呢 所以是孔子当时说 人之事我者 如 献起肝肺炎 什么意思 你不要装傲 你要诚实一点 别人看待 看我们的时候 实际上就跟他自己看自己的肝和肺一样 什么意思 你们现在能不能看到自己的肝和肺一样 看不到 为什么 你们老是向外看 没有养成反观内视的习惯 古人第一件事 每天要做meditation 每天要做直观 要做寂静和圣观的观察 要内观自己的 这个 如献起肺肝染 就是看看肺里有没有毒啊 看看这个自己的肝 黑了没有啊 我们经常说 你黑了自己的良心 魅了自己的良心 你的这个肚肠都是黑肚肠 为什么 黑了自己的心肝 黑了自己的心肝 变成狼心狗肺 看中国文化挺有意思 你的心变成狼的心 你的肺变成了什么 狗的肺 狗的肺是什么 就是你们现在 实际上真的很像狗的肺 每天累的什么 我们叫吸河带船 这就狗肺 狼的心是什么 弱肉强势 所以我们在看目前世俗文化 宗教文化是好的 但是没有谱传 就是都受到局限性 但是这个世俗文化的教育 我们是不是走对的一个方向 是不是 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让你累的是狗肺 为什么 每天就知道 工作工作工作 赚钱赚钱赚钱 然后变成了一个机器 然后累的 特别我们到香港去 这个特别明显 为什么 大家去地铁站坐车 你看不到一个人 叫舵步 圣寺闲听舵步 什么意思 慢慢走 慢慢走 心平气和地走 气血平和着走 没有 到香港以后 全是要坐地铁 不跑就是好的 要快走 静走而已 看不到慢慢走 大部分人是地铁来的 跑 变成什么 狗肺 跑完了 你是不是伸着个舌头在喘 狼心是什么 竞争 残酷的竞争 弱肉强死 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 把它彻底的粉碎 不能再跟我去竞争 所以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大部分人类文化 是不是有毒啊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检讨啊 谁来检讨 所有的有钱人希望我们做成钱奴 就是你一定要变成钱的奴隶 你一定对赚钱这件事很喜好 那么对谁有好处 对那些放债者有好处 因为你借了我的钱买的房 借了我的钱买的车 对吧 你要还贷 还贷 你不单要还贷 你还要还利息 那等于说我给你钱是因为你要帮我赚钱 这是个事实人家 所以说我们为了赚钱就要不要命 就要变成狗肺 狗肺 肺脏的肺啊 不是那个哗哗哗叫的那个肺 是累死累活 累死累活 累死累活 那就是狗肺嘛 狼心就是 我必须跟自己的竞争对手 残酷的竞争 这就变成二元对立 我为了我的利益 我必须损害你的利益 我必须干掉你 我的发展不能是让你跟我一起发展 我富贵 你不能富贵 所以这就变成了自私自利的一个文化的特点 所以发达国家不要发展国家超越它 发展国家要不让落后国家超越它 压制 然后控制 只允许我过好日子 你们不可以过好日子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世界 超越文明的超越是人人平等的一个文化 人人自由的一个文化 人人民主的这个文化 人人平等就是说 你有权过好日子 我也有权让我的家人过好日子 你有自由 我也有权过好日子 你就是个有民主 我也有民主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新的文明上建立一个什么 超越现代文明的文明 就是公平 公正 公道的文明 平等 自由 民主的文明 真正的平等 民主自由 不是口号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危机的时代 东西方两大阵营已经在发生冲突 无论是经济上的冲突 军事上的冲突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就是东西方的一个炸药桶 随时可能引起核战争 为什么 这个西方所有联盟联合起来支持乌克兰 在常规战上 俄罗斯未必能打赢 因为他对着是整个西方的阵营 但是普京大帝 他自己说了真话 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俄罗斯民族 这个世界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你不要忘了它有七千多枚核导弹 七千多枚啊 一个核弹 咱们吉隆坡就不见了 现在的荡量是什么级别 就是只要在吉隆坡放一个核弹 所有的高楼大厦你的住宅 你所有享受的汽车什么东西物质的 全部都灰飞烟灭了 不见了 就这么严重啊 所以你俄罗斯敢放 美国就敢放 欧洲就敢放 中国也敢放 那我们这个地球就 基本上人类就毁灭 殆尽了 能够幸存下来的就 很少了 所以说我们是 还在做梦 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一致的和平下去 和平下去 和平下去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什么呢 做什么 我们要把我们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 我们要用上去 用上去什么 就是我们不是反战 我们不是反战 我们要说话 我们要说话 现在给了我们一个说话的很好的时代 因为高科技的发展 人人都可以做TikTok 抖音 人人可以做短视频 你可以表白自己要不要战争 你希望不希望和平 你希望不希望冲突 弱肉强食 你是要做弱肉还是做强者 你做弱肉一定会被别人吃掉的 没有你啥事的 没有你的自由民主平等 你被别人吃了吗 你还有什么 你拿什么跟人平等 哪有你说话的份 人为言心 你没有说话的自由 你更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你没有民主 所以我们要利用高科技时代 每个人可以做TikTok 每个人可以做短视频 你可以放到YouTube上面 很方便 你可以放TikTok 放Facebook 可以 只要是善的 善正能量的 你就可以参与 告诉这个世界 那些政客 那些残酷博学别人的人 我们需要和平 我们需要民主 我们需要自由 我们需要平等 所以今天我召集大家来开个会呢 就是广发英雄帖 江湖威仪 江湖要发生武林决斗了 这个英雄们 你们不用拿起自己的刀剑 拿起自己的笔就可以了 说出自己的心声就可以了 让这个世界更多的人 听听我们对和平的渴望 我们对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的 拥有和使用 来告诉这个世界 No war No poor 我们不要战争 我们不要贫穷 我们要幸福 我们要快乐 我们不希望孩子没有爹娘 我们不希望年轻人 壮年人都战死沙场 母亲需要儿子 父母需要儿女 所以我们更不希望 我们美丽的家园 遭受和攻击 一为平敌 所以这个世界 不再是强权说了算的 不再是那些控制着和电链 电链的人说了算的 我们有八十多亿人 每个人都应该说出和平的心香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上 我们建立一个全球信仰文化的国际论坛 是给所有的 愿意在这个时刻 充满着危机 充满着凶险 江湖唯一的时候 我们说出自己的心上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全球信仰文化国际论坛 那么不是一个宗教 不是只有宗教 是文化 是文明 是新文明的奠基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不再是多元的 不再是二元的 是多元融合 二元统一的一元 因为我们都是人 因为我们都是众生 导弹 核战争 这个炮弹 枪炮 杀死的不仅仅是人类 一个炮弹下来 那里活着的所有的小生命 植物 花草 都会被毁灭 这个世界就不再美丽 这个世界不能缺少任何的东西 不只是只有人类 如果我们生活的空间没有树 漂亮吗 一片沙漠 没有绿洲 没有飞鸟 没有小白兔在蹦蹦跳跳 你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吗 一片沙漠的世界 只有人类 人类的楼房 处理在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的沙漠中 你们觉得美吗 所以这个世界 不能缺任何的东西 现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的东西都是美好的 我们希望它更美好 希望它不会被任何的人去毁坏 但是你们说了吗 你们整天只在TikTok上讲 今天又吃什么大餐了 你看这龙虾 你杀了 活蹦烂跳的杀了 这飞鸟 你毙了它 用猎枪打下来了 然后那走兽 你把它打死 还拍成照 炫耀自己是Hero 请问你是Hero还是魔鬼 你是英雄 拯救世界的英雄 你还是残害 这个世界生命的魔鬼 你还在那拍照 所以我们 说出自己的心上 这个世界什么都不能少 不只是人不能少 这个世界只要存在 就是合理的 今天召集大家 不仅仅是为这一个大会 而是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我们要做我们国家的主人 我们要做我们家庭的主人 我们要做孩子的主人 为孩子 为我们的父母 争取一片更美的蓝天 更祥和的世界 更和平的宇宙 是时候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站出来 为这个宇宙的安宁 为这个宇宙的安宁 做点事情了 但是我们不是任何的极尽分子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弱小的人 个体发出自己的心声 所以说我们组建这个全球 信仰文化论坛 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你只要信自己的良心的人 都应该站出来说说话 哪怕他发几秒钟的TikTok 说我要和平 我要自由 我要这个世界更美丽 OK 就这样很简单 你有这个权利 你有这个自由 你可以说出自己的心声 你可以为这个世界 添砖加瓦 哪怕是很小的一块砖瓦 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 都有意义 如果我们八十亿人 每一个人都说不要战争 就一定会没有战争 自己战争只对少数利益集团有利 对几乎 你即便发起战争的那个国家 老百姓是没有一点一点好处的 即便你战胜了 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社会它是非但战争 你以为你的国家 你的老百姓就可以不被非但袭击吗 不可能 所以冒着让自己的老百姓 自己的国民 也被这个战火摧残 何必发起战争 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说的 有什么不可以谦让的 所以说我们这次联合全世界 将近一百个NGO组织和个人 就是VIP 大概有一百多个国家 和一百多个国际知名人士 是共同发起的第一届理事会 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这次我们在新加坡举办的大会 线下大概我们会有一千人来参与 目前已经报名的将近两百人了 VIP就有一百人 那么我们一直以来 想在一个恰当的时候 给大家公开这个消息 说今天是时候了 我们只在骨干中 涂地中提前公开的这个消息 现在是时候 像我们百年教育平台中 所有的英雄们 发出英雄帖的时候了 所以我希望 在这一次 这个世界 这个全球信仰文化国际论坛 第一届大会在新加坡举行的时候 你们能抽出时间 到现场来参加这个大会 然后呢 我们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机会发言 我们除了开 线下的这个论坛 就是有一个千人会场 将来会有一千人在这个三天的时间 这个三十号我们是 这个开幕式 二号下午是闭幕式 我们会在三天里面 这个每天有一千人在线下 听嘉宾演讲 参加各种活动 那么我们是邀请一万人 参加线上论坛 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 自己制作小视频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或者你的亲朋好友愿意为这个世界奉下爱 张开你的嘴巴 请讲话 就这么简单 哪怕五分钟 或者你侃侃而谈 讲上一个小时 都OK 我们有专门的收大家视频的这样一个网络平台 你可以在那里提前录制以后传递上来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三号 二号线上会线下我们是直播 这个全球直播 通过这个我们rediscovery播导 我们成立了一个播导 这个全球直播 然后同时在YouTube上面 各大媒体上面 同时直播 就是三天大会的状况 也就是说你们万一不能来参加现场大会的 可以在这三天收视直播 就是我们在开会的同时 以新加坡时间为主 你可以收视直播 将来接下来在网络上还有反复的重播 就大会的现状会反复的重播 同时我们在线上准备开十个聊天室 一个聊天室拥拿一千人 就是一万人 一天里面可以有一万人参与 那么我们从三号到七号 总共是五天时间 所以你们的短视频或者是音频 会在这几天里面海量的向网络世界投放 来支持这个大会 并且我们今年举办完以后 每年会举办一次 我们这次为这个大会投入了一百万新笔 算你们马来西亚是三百多万了 现在比例三百多万 巨大的资本 因为有嘉宾的住宿机票 大会会场的费用 所以我们预算是一百万新币的费用 那么在这里也呼吁你们积极的捐赠 为这个大会做出贡献 尽自己的力量 一分钱我们也不嫌少 你一次给我一百万 我感恩戴德也不嫌多 尽你的力量 如果没有经济能力的 欢迎你来做义工 到新加坡的大会现场来做义工 帮助我们接待加编 帮助我们来上播试片 所以我们要很多很多的工作人员参与 义工参与 来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出英雄帖 对全天下的人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民族 各种宗教信仰 不同的宗教信仰 有没有宗教信仰 都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大会 但是我们今年因为财力有限 说我们的会场只能容纳一千人 线下 线上是每天可以容纳一万人 十个聊天室 一个聊天室一千人 是准备这个规模 同时在网络上直播 各个聊天室的内容 很快就上网直播了 还有转播 所以目的是什么 让全人类都为这件事 关心 用心 八十亿人 每人都说 no war no poor 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 没有人冒着八十亿人的反对 去做这件事 所以这跟以前的时代不同 以前只有电视发声音 报纸发声音 他被这个利益集团控制 作为战争宣传的工具 今天不同 今天是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是 每一个人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说出自己心生和愿望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要建一个 全球信仰文化论坛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论坛 将来有八十亿人 一起来参与 掌声一下 这是你的平台 我们这里面没有利益 没有说要借助这个平台 做生意干什么 no 我们不是这样邪恶的人 只有一个目标 不要战争 我希望我的儿女们 孙子们 虫孙子们 永远享受和平 永远享受着快乐和幸福 永远没有战争 只有我们让全世界 那些利益集团知道 全世界人民是爱好和平的 每一个众生都是爱好和平的 你走战争 走掠夺 走残酷压榨 欺诈 这些是没有路子的 所以我们这次大会的组织方 将会有一百多个个人理事 第一届大会理事会 有个人理事和单位理事 大概一百多个 共同组成第一届大会理事会 我们希望第二届可能有一千个理事 一千个单位 或者一千个个人组成的理事会 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是 非政府 非NGO 不是单一的一个社团 搞起来的东西 所以是没有任何国家政府的背景去参与 没有任何社团去把控这个平台 而是真正的是全人类 多种语言 共同发声 希望和平 希望幸福 带给全人类的是这样的 带给众生界的 是这样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声音 所以是今天在这里 是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你们 有钱的出钱 有利的出力 有钱 有利 都没有的 怎么办 发声音 用自己的真诚的心 录个TikTok 录个短视频 在大会期间放上网 在这个我们三十号到七号 你也可以不必给我们大会组委会 你自己往上网上放 因为已经很容易了 很容易了 这样让全世界都同一个时间 关注这个平台 关注这个声音 然后今天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民主 不是被人操纵的民主 被金钱操纵 或利益集团操控的民主 我们不希望 是每一个人的良心 要的东西 不是每一个良心不要的东西 这是我希望 我向全球能听到声音的 爱好和平 爱好民主 爱好自由 爱好平等的人们 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武器 就是你的手机 发出和平的声音 为这个事件 做出贡献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当然我们目前 线下只剩八百张票 因为两百张已经出去了 所以是只剩八百张票 所以是优先给我们的 OSS的平台的支持者 所以大家赶紧向大会组委会 我们很快会公布联系方式 申请这张票 这张稀有的票 当然我们希望下一届大会 能够有一万个座位给大家 未来可能一个大会场 有十万人参加的 那就更多的人 在同一个平台上 发出友好的声音 我们不是什么 一个代表一个政府 也不是代表什么 NGO组织 我们代表良心 代表每个人的良心在说话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也用良心去说话 然后为这个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儿孙们 有一个永远祥和 没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永远的和平 幸福 我们做出奠基 24年马上进入一个新的特殊的时空 时间和空间 在中国古代称之为白羊八卦期 从周王朝建立帝国到现在2500年 明年开始是新的一年 这是在中国经历了几个大的时期 那么从周朝到现在叫周易八卦的时空 时间和空间 八卦是一个立体的 六合的千坤 千代表田 坤代表地 坎黎代表南北 震讯代表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油魂挂 对和梗 随时在转动 让我们的空间稳定 不至于坍塌 所以哪里缺什么 它去补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特殊的宇宙时空 就是六合体 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一个六合体的运作 所以里面永远呈现着吉祥安宁 当五行动荡的时候 就有地震 台风 暴雨等等的灾难 如果它恢复到一个稳定期的时候 就没有地震 没有暴雨 没有狂风 没有灾难 所以我们要维护着这个稳定性 祥和性和充满着光明性 那么接下来二十四年 我们古圣先贤 观察到我们生存的 这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将会进去 白阳八卦气 白是白色的白 阳是阳光的阳 它用八卦来形容就是白阳 阳就是什么 没有阴了 白就是无量光明啊 雄鸡一唱天下白 鸡打蒙了以后太阳升起来了 我们生活的空间变成白了 这叫雄鸡一唱天下白 所以这白阳就是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 新的时空必然给我们人类带来新文明 这个文明是破除黑白 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这一次论坛简称黑白论坛 为什么叫黑白论坛呢 很简单 我们现在都是说你是黑的我是白的 你是恶的我是善的 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就有二元对立的争 宗教跟宗教之间 宗教和实属信仰之间 宗教彼此之间 宗教内部各帮派之间 都是在说自己这方是对的 对方是错的 总是这样认为 站在自己的眼光之间 自以为去这样的自封 这是一个无厘头的一个事情 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因为刚才说了 你的家好 我的家也挺好的 你家是高楼大厦 我家是普通草窝 小草房子 但是我爱我家 你爱你家 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我回到我的家 我有幸福 你回到你的家 你有幸福 不可能说是你的家好 还是我的家好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好的 那就回去自己的家 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些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会得绑架别人去你家 你总以为你自己好 你以为自己的文化好 自己的经济好 自己的政治体系好 不是的 不是的 这个时空是变化的 没有独一 只有大一 我与万物为一体 我与整个的法界一切 众缘合合之生命为一体 这是多大的凄凉 这是多大的包容 所有的圣贤 最终的教育是这个 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有人的信仰也是这个 因为不能让有人痛苦 有人高兴 我愚心不忍 我有饭吃 希望你们都有饭吃 我住上高楼大厦 我希望你们都住上高楼大厦 这才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活动 你不能够只让自己享受幸福 不让别人有幸福的权利 这是我们必须说出自己的心声 凭着良心说 没有黑白 你有黑白 为什么知道没有黑白 黑人他就选择自己长得黑 他觉得很美 黑人很喜欢嫁给黑人 做老婆 白人也觉得自己白也很美 他也很喜欢娶自己的同类皮肤的人 虽然是有个别现象 但是基本上都是各自的爱 美 没有黑白 都是美 都是幸福 我们中国有一个伟人叫邓小平 他曾经在中国要走资本主义路线 还是社会主义路线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良心话 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 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谁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 你就是好猫 你就是好猫 皮肤黑皮肤白无所谓 理论你有你的理论 我有我的理论 无所谓 你的理论 这个治国理论发展了两百多年 我的发展了五千年 无所谓 不是说五千年的一定优秀 两百年的就不优秀 不是 是因为你的老百姓喜欢这一套 那你就用这一套 你的老百姓喜欢这一套 喜欢五千年的 那你就用这一套 这是你家的事 那是他家的事 各爱各家 各回各家 各走各路 不是挺好的吗 为什么非得绑架人家信我的 强迫人家信我的 没道理的 所以我们叫黑白论坛 黑白论坛是没有黑白 只有幸福 只有快乐 黑能带来快乐也可以 白能带来快乐也OK 我爱我家 你爱你家 我走我路 你走你路 只要你开心 只要你离苦得乐 只要你喜悦 都OK 没有什么真的 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宇宙 没有两个宇宙 不可能说你的宇宙 跟我的宇宙不一样 只有一个太阳系 没有两个太阳系 只有一个地球 没有两个地球 这个地球能够容纳 数不清的物种 我们的心比地球还大 为什么你的心里不可以容纳 这无量众生呢 为什么只喜欢自己呢 没有必要 你太小心亮了 你的气量太小了 你应该做太空 应该做这个虚空 不仅包了地球 你还要把太阳系 银河系 140亿年宇宙 整个放在你的心中 把整个的 数不清的宇宙 像海洋一样 都去包容它 海洋里面的大浪 小浪 数不清 一个浪花 就是一个世界 数不清的世界 你都应该去包容它 这就是大海 不可以选择 我要这个 我不要这个 众生是平等的 每个人的幸福 感觉是不同的 不必用一个幸福标准 去要求他们 过自己的幸福 享受自己的快乐 安住自己的心 欣赏别人的美 欣赏别人的路 欣赏别人的想法和做法 这就是美好的未来 会实现的 掌声一下 会实现的 但是要有人引导 要有人做 不是我们在做 是八十亿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说 都应该这样想 都应该这样去做 我们的世界一定美好 不是只有我们华人 还是只有白人 只有黑人 只有西方世界 不死 这是二元对立 我们要二元不对立 没有黑白 黑白都是一个变现而已 变现的本体是空 是明 是宇宙 是虚空 这里面没有什么黑白 黑的也是好的 白的也是好的 只要你喜欢 这是我们公布的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做新闻名的奠基者 超越现在二元对立 多元对立的文化 建立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个生命共同体 包括了众元和合共生体 不只是人类 这里有六道众生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天道 修罗道 这个人道 六道 那么包括了已经成圣的人 和未来即将成圣的人 都是平等 都是一如的 本体上都是清静和光明和可爱的 所以我们要记住今天的日子 我们向全世界发出了英雄帖 你全世界的人不要都跑来新加坡 我们只有一千个座位 坐不下 你可以在自己的国家 利用自己的手机 利用自己的TikTok 以你喜欢的语言 你喜欢的方式 表达这份赞同 认同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一定是和平的 我想那些握着和按钮的人 他也不希望战争 所以是希望他心平气和的 听听全世界和平者的声言 停止一切的杀入和战争 停止一切的纷争 走到共同大爱的这个平台 为我们人类建立超文明 超越现在文明的超文明 每个人贡献出应有的贡献 那么围绕着这个全球信仰论坛 我们在十周年庆典 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 我们在记住这个时间 23、24、25号在新加坡 恢复 我们不是开创什么新的 是恢复一百年前的 道文化的传度受入大典 我们邀请来自台湾总庙 玄义宫 属于真武大帝武当山传承的 十八个高道来到新加坡 为大家传度和受入 传度是什么 就是实际上在中国文化 古文化中 中国人的古信仰是信仰 我们原本是道声得养天地人 我们身上有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叫三财 就是颅脑腔代表天 下腹腔代表地 胸腔代表众生线 这是三财 这天地人三财 装在我们这个躯壳里面 我们的躯壳不是自己 在躯壳里的灵魂身 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是一个变异着的我 所以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我 所以叫人无我 这是为了觉醒大众 知道你的躯壳只是一个工具 叫再道之器 而在躯壳中有一个真正的真我 真主 所以是那么要觉醒你 这就是觉悟你叫传度 什么叫传度 就是经过明白人 传递给你一个觉醒 叫传度 度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人生充满着生老病死苦 种种烦恼 就是有烦恼就是此案 快乐没烦恼就是彼岸 所以我们在传度上 没有此案和彼岸 就是让你觉醒 你本身是道 是无量光 是透明的气 叫伪气大神人 所以你不应该有烦恼 让你觉醒 自己又觉了还觉醒别人 当你知道自己只是天地间 无量天地的那个气 装在这个躯壳中去硬的时候 把躯壳做成了再道之器的时候 你会软离一切烦恼 这就是度一切苦恶 所以这叫传度 这是在一百年前 清王朝还存在的时候 由这个真正有道统传承的高道 给大家进行传度 让大家觉醒 让大家觉醒 但是因为五四运动 新文化之后 西方回来的一些人 认为这个是中国的垃圾 就是破四旧 离四仙 然后整个的把它破掉以后 到今天断结了一百多年 1900年到现在 断结了一百多年 无论中国大陆 台湾是有一些道场在做 但是真正能把这个传度讲清楚的 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必须是修道人 有道统传承的人 才能知道是度一切苦恶 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 把你接到这儿放到那儿 这么一个度化 不是 是教化和度化 这个传度 我们在这次 请台湾高道 在23号在新加坡 为大家举行传度 移轨 举行传度 逢是接受点化的人 都有机会自决决踏 度一切苦恶 没有烦恼 远离烦恼 获得快乐 获得清静 那么还有一个受禄 移轨 受禄移轨 什么叫受禄 禄是服禄的意思 这个不是俸禄 不是俸禄 是服禄 受禄 就是给予你权利 受予你权利 传度 传度得好 你就已经可以 把你的货口本 从阎王那个地方 送去天宫馆里 归什么 归这个 三观大地观 有天观 有地观 有什么 水观 三观大地观 三观大地是替玉皇 大天尊管的 这就像你们的移民局 管户口 财政部 管破钱 那是财神馆 在天上是严格的分工 归天地水散观观 你不归阎王观 什么意思 你死后 黑白无常不来找你 又找不到你的生死板 生死板已经上到天上去了 这就叫传度 完成传度 等于说你已经是先帝 就是你活着你的形体在人间 做着农民的工作 工人的工作 学者的工作 宗教师的工作 但是你的神 行神 装在形体里的神 已经上上下下在天上干活了 在天上你是做一个士兵 还是一个班长 还是一个排长 还是个连长 还是个军长 是要靠军功的 功德的功 那军功是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生存的空间 是神明世界和我们人合一的一个世界 一定要这样去认知 不要在意什么顽固不化的 只相信自己的行尸走肉是主人 他不是主人 真正的主人是 你这个肉体里的主人 是神明 神明 所以我们的神明 在你活着的时候 能否受天的职位 就是要靠这个寿路 什么意思 寿路是给你福和路 也就是给你权柄 就给你权柄 你是不是移民官 移民局官员 你是移民局官员 就可以查护照 你不是 你这是普通警察 你不可以 所以你在移民海关 只有移民局官员 才可以拿你的护照 这就是什么 权柄 权柄 你受了什么样的福 受了什么样的路 福是福图 路是给福图 旁边还有文字 就像我们的真言 咒语一样的东西 这是福 福是没有咒语的 路是有福 有咒语的东西 那么这是什么 天界给你的权柄 就是你是班长 还是排长 还是连长 你是班长 你就管一个班的兵力 你是连长 你就管一个连的兵力 在天界干什么 受先职 就是你活着 你人可能是个农民 这个叫火居道 南传火居道 不是出家的道士 是在家 你人是在家有儿女的 有工作的 那你的神在天上也受职 那么你如果不经过船 都不经过寿路 你天上是没有职位的 叫散神 叫游仙 你即便修到很高的位置 你也是游仙 因为你没有经过 比方说我来你们马来西亚 我就不能当官 因为我是游客 我是游客 你们就有 公民就有权利当议员 当部长 当局长 懂了吧 所以是 那你不经过寿路 你永远是游客在天界 你可以去天上旅游 但是你不可以什么 有权力 你不可以认知 我在马来西亚也不可以去当兵 我不是你公民 我在新加坡可以 我是公民 就这个道理 所以你是天民 天选之民 所以不必要死后去地狱 这就是传度的意思 然后你既然是天民 被天选之民 在御界天的各个天中认职 所以你就有不同的印章 这就是你的权利 你是局长还是部长 他的权利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是通过受禄 这个要多次的受禄 但是总有第一次的受禄 就是等于说征召入伍 你成为天兵天驾 征召入伍 这就是受禄 这就是受禄 从传度到受禄 那这个在我们道门 从这个张道林祖师 奉这个太上 吃令 然后在汉朝建立 移植到清帝国的宗旨 这中间几千年 一直流传着 就是火居道 像我们这些修道人 你不是宗教宗教的一个 庙里的一个主持 一个什么的 但是你是道种 道种显眠 天选之眠 所以你只要修道 只要恒道 只要传道 你就有天功 在天上有功劳 根据这个 你此一生 人生结束之后 你的神之身 你的灵魂身 他就直接去天界什么 做天人的天力 或者天明 这是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人的世界上面 有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所以这就是 你就远离了什么 三恶道 而此生一定会去三山道 享受天人之福 天人之福 所以这个呢 我们现在要举行的是 已经断代了一百多年的 这么一个历史时间的 一个复原恢复 所以说我们这次是请的 相当于祖庭在武当山的 真武大帝的 这样的一个传度和受禄 真武大帝它又叫战神 是我们道家的战神 主管北方不动 又主掌财富 对应着我们的圣 所以他的灵兽叫玄武 玄武里面有灵蛇 有神规 所以代表着我们的肾 必须化成四火 从脊椎骨到大脑 然后变成炼金还脑 只有炼金还脑 才能够真正开发人的智慧 你的智慧 大开之后 你积累功德 就会无量 你这一生功德圆满 你就可以成大罗金贤 这跟佛家所说的成为 这个活菩萨 活罗汉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这是中国古老信仰的一个传承 在二四年之后 世界的古文明 都以一种占心的新文明的方式 会开发结果 其中道文化的传渡寿路 是一个很重要的仪轨 我们在救济园结束 中了的时候 要演绎给大家看 所以我们希望 全天下的真心修道者 要一生成大罗金贤的人 不是只是去迷信的人 只是去拜拜的人 有福源 机缘 一定在22号前来新加坡报道 这里面是有一个费用的 叫无功不收录 听说了没有 是你要为道奉献 这次台湾道团特别的让人赞叹 我们收的传渡费 是收录费 是他们的一个具体的规定 无论在哪做都要交这个钱 但是为了支持我们 全球信仰文化国际论坛的圆满举办 他们把这一次传渡 收录所收的全部费用 捐给大会 替他们一个掌声 因为这次我们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的大会的总费用 是一百万新币 是一个巨大的额度 我们没有任何政府的背景 没有任何的一个大公司的支撑 所以说我希望 大家也去积极地传渡收入 这个费用要交 交了你等于为大会奉献了 为全人类的信仰文化的昌盛 昌明做出了费用 这是一个喜讯 另外在9月28号 我们请一个清净僧 法宝师 他是斯里兰卡的僧人 他八岁就出家 所以这是前面是道家的 等于是三规五戒的仪式 我们28号因为晚上 是举办一个佛家的三规五戒仪式 我们的这个身要归界 这个心要归界 这个神要归界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佛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是我们的身归 心归 神归 心即是佛 身即是僧 神即是法 就是神法嘛 神法 所以是 让我们的心 身 神 做三规一 规一什么 规一自信佛 规一自信法 规一自信僧 等于我们需要一个 清净的比丘 来为大家受三规五戒 五戒是不杀到银王九 只要大家持守 局势持守 不杀到银王九 你一定生三善道 不杀三善道 也是等于说 从阎王那儿消互考 这是佛家的 佛家的 新闻名不分佛家道家 所以你喜欢两家都做 欢迎 也请你们全世界的人 来新加坡 接受这个清净比丘的 受三规五戒 因为为了考虑大家 新加坡当地的人的方便 安排在28号晚上 但是你也要报名参加 但是佛门讲究随缘不失 说是 你看着办 这个没有具体费用规定 不像道家 道家是重道资 你必须付出 万两黄金不卖道 但是你要真求道 你得有个求道的奉献 为道团 为道的事业去奉献 佛家他是四大皆空 给你们一个掌声 比较厉害 四大皆空 他说给钱不给钱都空 但是法宝师他在德国建立了一个 德国法兰科夫佛学院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因为那里是洋人的世界 没有供养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也是供养佛法僧 供养佛法僧 给他拿回去办佛学院 因为他是出家僧 他没有老婆孩子要养 他自己 只喜欢一点小爱好 叫脚底按摩 脚底按摩每次也是有人供养 所以他从来也没地方花钱 他在佛学院吃都是有人供养的 就是要交房租 交房租 有的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没有像我们亚洲的局势 很喜欢布施 听说师父没有钱交房租了 寺院没有 他是一个寺院 那一定你会想办法找同修捐点钱 把他这个房租交了 但是可惜在那边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宏法环境 所以是前不久我们这个中信 还捐了两个月的房租 这个一万多新加坡钱 帮他度过两个月的南瓜 但是要掌声就掌声一下 也有你们的功劳 因为你们上师父的课交的学费嘛 对吧 所以也替你们做一个功德回向 这个共僧共佛 这个共法 这是我们有良心的佛教徒 你必须要做 你这一辈子的钱财一定记住 不是这一生的享受 你一定为自己的下一辈子花 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积累的功德和福德 下一辈子变成了能量嘛 我之前给你们讲课是能量守恒 物质不灭能量守恒 所以你捐了 捐了去供养道场 供养佛法僧 那就是功德 功德下一辈子 你要是不成 你还做人都又给你了 变成能量了吗 你如果留在这个世间 留在银行存值 房地产这些带不走的 那就下一辈子你就没有了 你放在这一辈子的名下了 下一辈子你不可能有的 但是你用来供养佛法僧的这个 是变成能量了 因为钱不见了 变成一种能量了 法界认可吧 它变成能量 能量守恒 归属你的灵 跟着灵走 不跟着你的肉身埋下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心供养 还有一件好事情呢 这个世界在末法时期 大家都觉得 一生成佛 变成了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什么很恐怖的 不可能 他说什么一生成佛 不但你们认为不可能 那年从台湾来了 一个比丘一个比丘尼 来我们这出去活动 出去活动呢 那比丘尼是我们那个比丘带来的 因为那个比丘跟我们关系比较密切 这比丘尼是来凑热闹的 结果来了以后 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交流说 什么 你们师父教你们一生成佛 哎呦 好大的妄语哦 我们出家人都不敢一生成佛 你们敢一生成佛 后来苏老师就来找我了 师父阿仁一说一生不能成佛的 你们这打妄语啊 你们这痴心妄想啊 太贪了呀 他来跟我说 我就跟苏老师说 哎 你去问问他 他这辈子不想一生成佛 出的什么家 掌声一下 你四大皆空了 上不养父母 下不生儿女 忠不管 不为社会交税 不利了所有的百姓 你白活 你白活 你就是因为可以一生成罗汉 对吧 你是出家中 你四大皆空 什么都不贪 然后积极精健 然后勇猛修行 然后一辈子就成罗汉了 你才出家的嘛 你要不你出家干什么 我们这些局势 我们为了能够功德圆满 能够让自己在今生了缘 和所有欠的债主都还清 该讨的债都讨清 就是什么都不在 无寿后有 没有后来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才不出家 不出家 我们受尽痛苦的折磨 早日觉醒 早度众生 度众生圆满我们成佛 功德圆满是成佛 所以我们是做菩萨行的 他们是做罗汉行的 但是无论罗汉菩萨 都出了六道 都是解脱道 都是很优秀的 释迦牟尼的传承啊 是不是 我就很苦的 我说什么时间能找到一个师父 赶赶抢一生成佛 于是找啊找啊找啊 就找到一个师父张补生 掌声一下 好孤独啊 觉得自己好孤独啊 到底是我错 还是天下错 哦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秘城 金刚城 金刚城原来 从莲花生大师传承下来 实际是从龙树菩萨传承下来 就是一件事 一生成佛 掌声一下 所以我很惊讶 原来我自己一生坚持的东西 是有经典可依的 大城里面分显宗和密城 密城也叫金刚城 但是呢 找啊找啊 又没个金刚城的上师啊 我是自己因为过去是宿命通 贯通 我是知道 这个有镜像受罚 就是我很多都是空行来受罚的 交给你们很多秘藏 不是人间师父 都是空行受罚 后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神叨叨啊 神经病啊 被动物腹腺腹体了 还是什么乱说八道 但是每次我空行受罚以后 我去找经典 因为它空行会告诉我经典一字一拿 我都找到了 都在大藏经里 那就知道是真的 后来终于让我找到了白教的资料 就是我们现在有红教 花教 白教 黄教 还有一个黑教 这是通俗的说法 是藏密五大传承 那么我们找到白教 因为我一致是用密拉日巴大师来激励我的 我在大学我就找到一个密拉日巴大师的一个传记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讲故事啊 说你们要受师父折磨 因为密拉日巴大师就为他的师父折磨 师母还被密拉日巴大师拿鞭子赶着跑 你记得吧 我就老看他的传记 我就老欣赏 最近我们终于有机缘找到了白教完整的资料 才知道蒂洛巴大师 他没有人见师父 全是空相 镜相传法 都是空行传法 所以他自己受空行传法清静无为 然后来自于各种空行 空行猛 空行金刚永富的传法 他成就了 他传给了第二组诗叫纳罗巴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纳罗六法 这个灼火 宝瓶 然后换身 牵死 那么还有一个梦观 梦观 然后总共是 纳罗祖师总结出六成就法 就是你把这六个法成就 你一生就成就了 真修实证就能成就 然后 但是传承来自哪里呢 就是纳罗巴传给了马尔巴 马尔巴是密勒日巴大师的师父 然后密勒日巴大师成就之后传给了刚波巴 还有个纳罗巴 但是纳罗巴的传承后期找不到 但是刚波巴的传承就传承了两派 一个是 这个 嘎举 就是 嘎玛嘎举 就是大宝法王这个传承 一直现在到十七次大宝法王 还有一个传承叫 主巴传承 主巴传承 那么传去了 不丹尼巴尔 然后到今天整个不丹王国是一个纯净的佛教国家 所以是整个的法脉传承 原来是主巴嘎举 主巴嘎举的传承 所以特殊的机缘也是感恩这次释迦牟尼的圣诞 在魏塞节 我们遇到了这个殊胜的看部 这是这个不丹王国的这个僧人中的领袖 不丹王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但是他是个十数的佛教国家 以经济建设老百姓安居乐业为主的 不是全部去搞宗教了 所以他的这个体制特别特别 国王是number one的人物 接看部是僧王 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国师僧王是第二号人物 首相总理才是第三号人物 第四号人物是这个五大看部 他是五个大看部 五个大看部是辅佐接看部僧王 管理整个国家这个教育体系 包括十数教育和宗教教育都归他管 那么其中一个大看部 我们这次有幸在这个魏塞节 我们这个接触了 接触的时候他这个很有意思 他看看我说 当时翻译 因为他是不单语 他不会英语 我是中文也不懂英语 他就跟旁边的翻译说 我在所有的参会人里面 我看到一个清静的人 就是这位教授 因为我没有上去演讲的 我就在跟他对视之后 他就这样翻译说 然后我通我的翻译也跟他讲说 我看了这次来的很多人 我好像就是很欣赏 因为他的心很清静 他八岁出家 然后很多年都没有出过布丹 后来是做了看部 受国家的指令去布丹 在全世界的大使馆里面 给他们大使馆的人员传道 传佛法 外面他没有 所以是很清静的一个高僧 那么他是什么 纳罗六法的实证者 实证者 所以是他贵为五大堪部之一 可能是不单 因为他不让牌号 说到底第二号第三号 他说我们五大堪部是平等的 没有谁高谁低 所以他没有高低心 他是说 所有的人伯切 所有的修行者都是平等的 我没有觉得我自己很高 所以是这么一个 真正有纳罗八传承的实证者 所以是他这次呢 说我们邀请在三号到七号 在新加坡传这个白教的大手印 纳罗六法的三法 这个灼火 千石换圣 那么还有瑜伽佛母 瑜伽佛母灌顶 最珍贵的一个 瑜伽佛母灌顶 将来 再慢慢给大家讲 十分的殊胜 在我这次去不丹请法的时候 他让试者陪着我 去看了他们的谈诚 就是礼敬他们的谈诚 瑜伽佛母灌顶的谈诚 这是我走访全世界看到的最完整的瓦帕金刚谈诚 也证明他们有完整的瓦帕金刚法 所以是这次他来给我们做瓦帕金刚的殊胜的观点 那么从三号到七号 也邀请全世界的我们平台的学生 共襄圣具来求着珍惜的清净的白教传承 这是真正清净的 因为国家管理的 不是江湖上谁封自己是什么王什么东西 不是 这是国家在管理的 当时我向他求秘法的时候 他腰头说 先教前行 前行就狭门人生难得大礼拜 你要做前行 前行还要学供养法 还要学刑部法 才到本尊法 才到气脉明点的内秘法 他有大圆满的传承 所以我说不行 你要教这些我的学生都不学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已经教十年了 掌声一下 实际上你们这些懒蛋 懒人们啊 不好意思说了 不好意思说了 学几年 学十年 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了 他说你知道我的信众 要跟我先学九年 他们从小沙咪开始进去学九年 撒扫应对诵经什么 九年 九年之后再学六年大成经典 就是十五年 十五年后才有资格去听闻秘法 纳罗六法这些无上秘的东西 我说你就慈悲慈悲吧 这个就传点秘法吧 他说好 你要我教我就教掌声一下 哇 你们的福报太大了 真的 我这个从十八岁到处找找找 找到今天 五十八了 四十年 才找到这么一个清静传承的 这个肉身师吧 因为我很多都是 地罗巴祖师一样是清静的 镜像传承 当时释迦牟尼涅盘的时候 那么多徒弟不入涅盘 一直要轮回自己牵死法 每一次要懂得牵死法去 再找父母 目的就是什么 不忍众生 失去 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那么多徒弟可以成罗汉 那么多徒弟可以成菩萨的 直系传承 不可以丢失 一众的罗汉 不允许涅盘的 是一定要帮释迦牟尼 维护到这个法 到弥勒菩萨降世的 所以是一群罗汉 包括欧难现在也没有死 大家也也没有死 经典上都有记载 这不允许入涅盘 是一直要转转转转转 每一次做法师 做局势山 做什么 然后在人间延续着佛法的不间断 这是一大实想 一大实想 不是什么给谁戴高帽子 所以这些法王也是这样的 包括大宝法王也是十七世的 对吧 所以是大家要吸起信 那么并且一定要 生起强烈的求法心 我毕竟是一个局势山 但是现在把真正法王请下山了 你们不知道去求法 就十分的可惜 希望你们从22号到7号这个时间 一定要身在新加坡 全球百年教育平台的学生 我们优先留票给你们 就是别人要暂时停一停 你们跟我学了十年 有优先获得这张票的权利 工作人员也会帮你们协调 住宿交通 费用你们要自处 这个求法要像个求法的样子 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 共享圣聚 这半个月的时间 给自己的生命留一条路 这半个月的时间 争取求到完整的法卖传承 回来实修实证 一定要重视今生成就 这是真的可以今生成就的系列的方法 10月8号呢 我们之前疫情前呢 每一年都举办一次 大型的孔雀明王大法会 因为疫情停办了好几年 所以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 开神寺的僧人 一众几人来为我们开谈眼睛 领着大家送孔雀明王经 所以在10月8号 我们筹备了一个千人的会场 给全天下的愿意平息战争 因为孔雀明王经的书生是什么 就是只要人持念孔雀明王经 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所有的六道众生不能前来讨债 谁如果讨债投作七分列 这是从七佛第一佛留下的契约 就是私生法界和六道众生的祖先们 共同签订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就规定 我们六道众生都是讨债还债 报恩 报仇 不停地在轮回的 所以只要有人持念孔雀明王经 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谁向这个人去讨债 应该讨债的 我们冤情债主 当然应该要拿回他们的债 那么投作七分列 所以只要你持守孔雀明王经 持念孔雀明王心咒 冤情债主不来讨债 这是这本经的书上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 这个《大孔雀明王佛母明王经》是大圣 在唐秘中是六大经典之一 是波空大师必用的经典 那么也传到了日本东秘中 很重视的 这个《大孔雀明王佛母法》 本尊法等等 所以我们这次请台湾开成寺 可以说现代的孔雀明王法的祖庭 是开成寺的长老 他弘扬出来的 他的传人的慈节法师 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大法会 每次都很殊胜 并且有七佛八菩萨的九坛大火供 这是全天下最大的火供坛城 就是目前为止在取消 我们是最大的九坛火供坛城 所以你在那个坛城里游走 会消尽无始节来的重罪 这个是10月8号全天晚上取行 七佛八菩萨九坛大火供 也是请大家来参加 希望全天下得到信息的人 呼朋唤友 在22号到8号之间 共襄圣举在新加坡 师父们也很想见见你 我这个师父也很想见见你们 来吧 向你们发出英雄帖 不是为别人 记住 我们原本是佛 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 一切的祝愿 来帮助自己 快速地觉悟 自己是佛 自己是如来 然后我们不单自己觉悟 还要用密称的 一系列的技术方法 这个叫密序 金刚称的方法 来把自己的肉身变成金刚身 我们的心原本是金刚心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只是被这个身所累 这个身有生必有灭 但是在有灭的身中 我们有七万两千条脉 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 能把这个脉还原成清净脉 外面在罩上一层网脉 我们这个身就不会坏 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会坏 身会坏 我们的大悲心 我们的菩提心的愿望未了 我们只好再去找一个身 做人做再提 做一个猫活着 做一个恶鬼道的众生活着 好的做一个三善道的众生的身活着 相续着自己的心 完成自己的愿望 欠人的就要坐驴坐马的去还 坐牛坐马的去还 这是因果相续的因果轮回着 我们不可能这一生 把所有的愿望都实现 这个阿弥陀佛 在最后一生活着的时候 他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 怎么知道 他现在四十八大愿度众生 还没有完成啊 因为他要度尽有缘众生去极乐世界 跟他同处于极乐世界连环化生 他现在还在完成着愿望 他用什么身完成呢 抱身 他把抱身不需要再换成一个人身 换成一个狗身来完成他的愿望 他把肉身的七万两千条脉修出来以后 用这个金刚丝编制成了无漏的金刚身 所以他有一个身不坏 所以他不需要再六道身 所以今天 释迦牟尼阿弥陀佛都还有一个抱身 没有什么 换 他才成生了 我们是很多愿望没有实现 你又没有这个金刚身 只好换六道身 如果我们能够用佛陀 在活着的时候和后续的这个龙兽菩萨 开南天铁塔的秘法 莲花生大师传承着的秘法 到今天的我们现在用的白教 这个纳露六法 嘎局传承的 清净传承的方法 我们就有希望这一生把气脉明点 身炼成金刚 保身 地藏王菩萨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他现在还有一个身在度众生 用的什么身呢 保身 为什么知道 他说地狱不空 我是不成佛 你看他放赖了 不成佛 不成佛 他又在地狱里度众生 他用什么身呢 保身 金刚身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保身 金刚身 是我们寄身成佛的关键和和弦 那么不光是理论 我们必须要有清净传承的上师 做向导 做leader 做导游 领着你去完成金刚 保身的修正 所以大家要珍惜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 师父的良心 用心是良苦的 不为我 为你们 希望你们今生不再度三恶道 这是一个真正的自卑心的流露 所以给你们请来的道师 请来的法师 做三规五戒 做传度 做受禄 希望你们能够利用此生 己功累得 功德圆满 所以是给你们受禄 受天职 人在人世间做着事情 神在天界做着事情 共同什么 行神俱妙的积累功德 这是第一个 安排是这样的一个发心 第二个 你们有一些人很执着 我学佛学了一辈子 我直接受佛教的三规五戒 那好 我们也请清静的比丘 为大家完成这个结许 完成这个结许 那么这个 后面的白教法王 他是释迦牟尼 传承到今天的清静金刚秤的传承 也就是说 祭身可以成就罗哈身 祭身可以成就菩萨身 像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他的众多大弟子们 都成了罗哈金刚身 都成了菩萨金刚身 他们活着 叫活菩萨活罗哈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 可以在今生有缘 遇到这样的殊胜清静传承 而不是江湖传承 这是那么来真正修 一生成佛的方法 那么同时为了除障 给你们做一个 大型的孔雀明王法会 这个除障力真不可思议 时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广发英雄帖 江湖告威 希望你们奋法图强 跟我一起为众生 做好这一个战役 我一直强调我们的 弘法立生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不希望有硝烟的战争 只要我们漂漂亮亮的 在这个无形世界和有形世界 完成人类超越现文明 实现博尔文明 我们就可以避免任何有硝烟的战争 让六道一切众生 同发菩提心 同发大悲心 一体成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